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出场的是来自什么队来着 国仔是 火上交游队 对谐音梗有深深的爱的国仔 很多人问 说这个人好端端的 为什么三级脱口秀大会都是亚军呢 其实我是很了解他 他就是为了谐音梗 硬凑一个三亚 没有别的原因 没有别人就是要凑一个三亚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等到下一季脱口秀大会的时候海选 他就要可以使用这么一个段子 在那嘟嘟喇喇 哎呀海选太难了 我又要倒在海选了 哎呀海南岛 你为什么给我讲出来了 啥玩意 他们有请 谢英格爱好者王建国 但是这么吹上去 他得有几个心呢 他肯定有吧 他有嘛 我就在想 大家好 我是火上交游队的王建国 刚才又让你们忍受了一段张大大的表演 我在这里给大家道歉 对不起啊对不起 我们不是没有努力过 就是在上一场的节目里 你们没看着啊 我们就全都拼命的演出 拼命的搞笑 就是为了张大的淘汰 没淘汰掉 我们不配当喜剧人 张大的留在一个舞台上 我们不是不配当喜剧人 我们就不配当人 我就你们刚才说张大的油腻 我就在那观察 真的假的一看 确实油腻的 就令人发紫腻的都能滴出油来 我那看了一会我就觉得 如果我现在在开车 我身边坐着张大的 我就会特别安心 对啊那开到野地里车没油了 哎你把张大的跟发动机连上 车还能再跑二百公里 对不对 那张大的还是说 这许志愿老师劝他多读书 别读了 张大的你肚子里 但凡要有点磨水 那也都是油磨 喊吐之间喷出点来 能直接用于印刷 你看张大的这多厉害啊 活生生的一个人 既能连接发动机 又能连接打印机 赛博朋克2077 许志愿 许志愿 这个许志愿老师对文化的解读 你也别全听 就很奇怪的 我看许志愿老师说 人家寒寒写的文字太浅显 太直白 让人没有任何阅读障碍 所以寒寒没文化 许老师 这是个啥不可标准呢 你说 照你这个标准 事实上最有文化的人 就是我老舅 我老舅 我老舅 我老舅脑血栓后遗症 他写那个文字 你快去看看就 全是阅读障碍 我老舅 在抖手这个病 是怎么得上的呢 很辛酸啊 就我老舅 他是德云社的粉丝 特别爱听那个 郭麒麟和颜何祥的相声 后来这不是 基本就听不到了吗 活生生就急出了病来 再后来呢 他在综艺节目里 偶然看到了郭麒麟 病情才有所好转 可就在得知 综艺节目里 只有郭麒麟 没有颜何祥 之后 我老舅的病情 彻底好了 彻底好 彻底好啊 很幸好 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老舅啊 最近怎样啊 还抖手吗 我老舅说 妈呀 不用看到颜何祥 就能看到郭麒麟 我还抖手 我精神抖手 他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 就配了 后边精神抖手 前面要编这么长一个 不愧是我老舅 看个综艺真的就有点危险啊 但你收看许志源老师的节目 你就不会遭受这种痛苦 你会遭受到另一种痛苦 就是真的总有人说 看许志源老师的访谈啊 尴尬的想让他用脚指头抠地啊 形容尴尬的 形容的挺精妙的 但是你们不会将心比心的 对不对 你尴尬的想用脚指头抠地 那徐老师就不想嘛 对不对 徐老师为什么这么爱穿人字图 抠地方便 你就比如说 你接受许志源老师的采访 聊到中途 气氛变得尴尬了起来 你想用脚抠地 但是你穿了个靴子 爱你就抠不着 人许老师穿个人字图 抠起来那么方便 就有人说 许志源老师 看着没事访谈别人 怎么就在北京开得起一个书店 那么大个书店哪来的 都是徐老师一脚一脚抠出来的 别生气啊 徐老师 是一个开玩笑的节目 开玩笑的节目 没事没事 然后 再说说谁 再说说谁 金星老师 金星老师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 我看金星老师说过 说他对子女很苛刻 说他儿子可以随便出去玩 女儿必须长期就呆在这个闺房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脉 你看这多传统 这都不是近一百年之内的传统 这是清朝风格 我说这么爱穿旗袍呢 可能人家本身就是个旗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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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星老师还说 女人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结婚生子 姐这有点片面 有点片面 你就 你全人生孩子 不得看人家两口感情好不好 对吧 感情好生一个还行 感情不好 那后悔了 咋整 金星可能还疑惑 说哎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就是有啊 他瞄得我都烦死了 再说说 再说说 我的好朋友 雪芹 刚才那个闫老师 吐曹文 我俩那 大概意思就说我俩是什么 商业CP联手赚钱吗 没有的 你们可以去查一查 打从我俩这个CP红了以后啊 我和雪芹就没有一起拍过广告 没有拍过广告 我俩一次一起拍广告都没有 就是 为啥呢 就是怕观众反感嘛 你说大伙都挺喜欢我俩的 别整的整的 是吧 本来就是盼着我俩奔线的 结果一看 我俩变线了 就不好 就不好 不能为了挣钱 啥事都干 啥话都说 这段话呢就是 原封不动当场送给维亚 真的 你们这帮 他们这帮直播卖货的人 为了卖货 什么煽动性的话都说得出口 你看李佳琪一张嘴 所有女生们 为了一张嘴 为了的女人们 咋的世上的女的都被你俩分了 那我是不是还得问问 李佳琴到底你俩谁的 他决定以后跟谁雇啊 是不是 别往心里去 这都是荧幕上的噱头啊 你们怎么 是不是不知道 大家真喜欢看这个啊 人家爱是找很多噱头嘛 刚说人家卖火箭 不高级 他说这火箭 你说你也不能乱发射很危险 你说你也不知道往哪发射 发射到水星啊 离太阳太近太热 发射到这火箭啊是吧 太冷 发射到金星啊 往那一落 金星就劝宇航员 早点结婚 早点生孩子 就是绕到我这儿来了 你关于真劝成功了 生那么多宇航员 小宇航员火箭也带不回来 不好啊不好 真要搞个噱头是吧 就教教他 你跟李佳琪炒一个CP 好不好 就为什么就特别期望 你们这个CP呢 就是天天你就一天把我们的钱 全都卷光是吧 别的时候我还得工作赚钱呢 好不好姐 求求你了啊 谢谢大家 谢谢维亚 谢谢 不好意思姐 姐姐姐姐姐姐 哎 太狼了 王猜一个191 王猜 她大概也191 但她猜票非常准 3 2 1 锁票 我们就问维亚姐吧 你这个算算吗 我就算 因为我刚才是听 我觉得还没有结束 她就结束了 我还没听够呢 对 不好意思 建国 嗯 你平时是不是就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啊 嗯 所以你说这话是忌妒 在此我们要认真的声明 我们老金姐 没有你这样的大胖门女 啊 你们老金姐啊 我们 我们这个CP是稳定的 我们又不变现 对不对 啊 说吧 怎么了 就是变套是吧 人家金姐 你一句话通通到我 我再想采访一下金姐啊 你想跟她在一块吗 金姐你好好说 CP啊 CP都是你年轻人玩的事 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嗯 而且你们说的都都不对 什么大女儿大门不出 二门不进的 女孩子青春期的时候 要格外的关注 作为母亲来讲 这是母亲的质责 不是 金姐 但是不传统啊 不传统啊 金姐你别跑题 就是咱俩那事 你给个话 咱俩没事 你不是我这款 好尴尬 就是 金姐喜欢 有人样的 所以说这个位置 安排的特别好 你看楼上这一排吧 颜值都够在线上的啊 这前面四个吧 都是做怪的 那我们下一位朋友 按照愚情愚理 按照自然规律 就应该是 咱们这样 火上浇油吧 还是火上浇油 马上火上浇油队 要派出来的 李雪芹 嗯 哇 哎 你们是不是 心里面已经肯定了 觉得她是冲着王建国来的 对 人家就不能冲维亚来 人家就不能 啊 学学直播的先进经验 人家是不是需要努力的 好好的直播 好 赚钱 要王建国 啥呀 掌声有请 李雪芹 加油 加油雪芹 大家好我是略琴 非常高兴来到吐槽大会 我来之前啊 我上网找素材了 发现某著名论坛上 有一个明星喜爱值榜单 张大的得分2.3分 满分是100 就这个榜单啊 怎么说呢 张绍刚老师都三人多分 张大的2.3 是不是特别难以想象 这个世界上 居然还有2.3%的人 喜欢张大的 就凭借这个2.3的得分啊 张大的 常年稳居 倒数前五 这个榜上能排倒数的艺人 我跟你们说 有曾经违法乱纪的 有败坏道德风气的 只有张大的 是完全靠自己实力的 人家威亚姐做主咖的吐槽大会 她槽点比威亚姐还堵 像不像火箭少女毕业 她比火箭少女哭的还厉害 还老因为哭道歉 人家别的明星道歉都说 我无意占用公共资源 张大的道歉 我无意占用别人的私人资源 你老无意啥你无意 你烦不烦呢 我现在这个 我现在这个 神弹梗害行 对吧 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我和国仔的这个CP 确实是火 就总有粉丝说 你们不结婚很难收场 结婚行 你得有婚房吧 这就不得不提到 贝壳找房APP AR 720度看房 全是真房源 你在别的地方找房 万一遇到假房源 还得换 用贝壳找到的房子 都是真的不用换 这就叫有备已不换 国仔那天问我呢 说略琪 以后你要是红了 我会不会就被抛弃了 你说不能 你又不是颜鹤翔 以前呢 颜鹤翔跟庞博搞过一个对谈 说相声和脱口秀的区别是什么 我心说那还不简单 相声需要搭档 脱口秀不需要搭档 你比如说 郭麒麟就是一位出色的脱口秀艺人 要我说 颜鹤翔就太老实了 你得跟老板告状 你就说 我搭档总在外边接活 都不跟我说相声了 你管不管 你怎么这么惯着他呢 你是他爹吗 是的 多吃眼 没事 就是你看 你现在自己不也上综艺吗 土曹大会挺好 人家金星老师 第三次上了 金姐在这个节目里 留脸忘返 金姐 你知道土曹你有多费劲吗 你都来三趟了 哪还有黑料可讲了 你现在可太白了 你太白金星了 又来西人文艺来吧 被王健博也害了 这个怎么多呀 他也来西人文艺 这感觉是他们家的密集 人家金姐 双料博士 正经高学历 你说我算啥高学历 人家才是 但其实高学历人设 也没有那么好 总有人骂你 你一个北大毕业的 总靠在屏幕上 划重取宠 挣了点破流量 难道你就不觉得丢人吗 啊 许志远 许志远老师 我说你你别生气啊 就你那些破事 你现在在社会上整个的人物形象 你今天你就偷着乐吧 今天上这吐槽女的是我 不是杨丽 许志远老师啊 最大的特点 不洗头 是你对时代的愤怒 要求你节约用水吗 那你和薇娅挺配啊 薇娅负责种草 你负责节水 你俩挺环保啊 就感觉这两年 许志远老师 快被时代淘汰了 总说一些 不合时宜的观点 还给节目上讨论呢 说如何与90后的年轻人相助 我可以回答你 我们90后的人 不打算和你相处 终于到了我们的主咖 薇娅姐 你坐着点听吧姐 免得网友又说 你姿势微微有点不痒 薇娅老师啊 带货界的一姐 我以前就老听说 说她不管卖啥 都能被抢过 我心这不错哎 我也抢 抢好一次 啥也没抢着 后来终于抢着一次 我才发现 呀 还得付钱呢 你说明明是我抢的东西 付钱那不叫买吗 我就觉得 这就是一种虚假宣传 薇娅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她在直播间卖火箭 多厉害 我直播连刷火箭都没有 所以说 薇娅才是真正的火箭少女 长大的 你可以开始哭了 其实我也不太忍心 多吐槽薇娅 因为坐电商 带货很不容易 我在网上就看见新闻 薇娅姐接受采访时 崩溃痛苦 每天工作到凌晨 没有时间陪女儿 哎呦 看着我这个心疼啊 紧接着下一条新闻 薇娅年收入21 姐 卖货都挣这么多钱了 惨 就留给别人卖吧 谢谢大家 我是略琪 好 猜一下180吧 身体不一行 应该没有健康 不可能没有健康 我在171 171 为啥 3 2 1 请锁票 所以谐音梗这个东西是一种传染病 是吗 是 是你自己写的还是王念国给你写的 我自己写的 听上去像他写的 是我自己写的 我传染了 传染了 有点 紫琴